第39集 只有猪猪这样的怪物 才会仗着有小猪防身 不辞劳苦的批量生产 所以思变态一听圣治派练丹房 一年竟然能练制出 数以万计的中上等一品丹药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宗门提供给弟子的绝大多数 也不过是下等一品丹药 这政权也太勤快了吧 如果宗门的炼丹师 像他这么好说话又肯出力 他们说不定就能跻身大陆 一流门派 扶掌门夸大其词了吧 思变态不敢相信 宗门下面一个边陲小分支的福利 竟然比宗门本部还好 福玉指了指台下 淡然道 圣治派众多弟子为政 思变态横了苏精一眼 怪他说话不尽不实 苏精说出那一番话 原就是试探福玉的态度底线 如果福玉态度稍微软弱 他就会步步紧逼 政权这人性子高傲 能把他当场弃走 那是最好 现在试探失败 他也还有后手 苏精暗中向刘元彤使个眼色 对方会议 马上起身打圆场 笑道 时辰已到 弟子们等待已久 还是赶快开始大笔吧 福玉点了点头 苏精笑道 门派外门弟子大笔的规矩 与宗门的不知是否无二 思辩太不等福玉回答 便傲然道 这是当然 圣治派乃宗门分支 自该依照宗门规矩办事 苏精望着政权笑得不怀好意 宗门内如果有长老 破格收录的入室弟子 参加外门弟子大笔 进不了总决赛就罢了 连在选拔赛 准决赛都接连败呗 不知道一般会如何处理啊 思辩太冷哼一声 如此废物 自然要立即废除修为 逐出门墙 留在宗门中 只会污了宗门的名声 苏精 一而再再而三 针对政长老师徒 这存了什么居心 福玉终于怒了 苏精笑得虚伪 府长门说的什么话 宗门两位师祖在此 我也是一片好心 想为门派去无求精吗 苏长老 说反了吧 你分明是想去精求无 最好弃走我政权 然后你这样的无耻小人 就可以胡加胡威 在门派内横行无忌 排除异己啊 政权不开口则已 一开口尖锐毒辣 直指核心 半分颜面不留 只把苏精刺得恼羞成怒 正长老的意思 莫非是我圣之派兴衰成败 都觊予你一人之身 真是好气魄 府长门请来的客座长老 果然是非同反响 苏精咬牙切齿 政权微笑着向他拱拱手 苏长老客气了 一副确实不公的大方态度 尽显疏狂本性 一直沉默不言的邹石 听着刺耳 终于忍不住拍案 今日既然是外门弟子大笔 一切擂台上见真章 你们身为长老 在弟子面前吵闹 成何体统 府与暗暗叫苦 政权的话 其实算得上是实话 不过就算他听着 也觉得几分刺耳 何况其他人 他也明白 以政权的身份 离开圣之派 多的是门派 求着把他请回去供起来 就算猪猪 只要亮出他的本领 西南各派 恐怕都要当他宝贝一样 抢着药 他想政权为他忍下 被人当面侮辱挑衅的气 实在很难 现在事成其虎 他一时也想不到什么好办法周援此事 只得一肚子焦急憋屈 宣布大笔开始 外门弟子996人 按照25人一组分成40组 选拔赛每组全体上台混战 最后留在台上的五个人 晋级准决赛 因为有一组只有20人 则内组只有4人可以晋级 经过淘汰进入准决赛的 有199人 这些人会分成8组 每组只派到一个擂台 同组抽签抓队斗法 那人至少比5场 最后根据胜利场次排名 每组前三位晋级总决赛 总决赛一共24名参赛者 同样采用抽签对决方式 每人至少比试5场 看最后胜利场次最多排出前10位 为了公平期间 如果对最后排位有意见 可以对获得名次者提出挑战 挑战胜利 即可取代其名次 这个赛程 培股与爆发虎 以及荆棘人等 曾经仔细研究过 选拔赛时 只要珠珠把八面金雀平带上 站在台上等其他人打完就是 进入准决赛是毫无疑问的 进去以后一路认输 然后退赛即可 反正只要进了准决赛 就算是面子上交代过去 圣治派里本来不会有人真的与他计较 但是今日苏京这一闹 珠珠如果在准决赛一路认输 就正正应了他的话 到时要被逐出门墙 政权很有可能一怒之下 与他一起离开 对于圣治派大多数人 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珠珠垂着眼睛觉得很难过 他已经习惯圣治派的生活 他不想离开 最重要的是 严子张是一定会留在圣治派的 他该怎么办 严子张沉默片刻 深指弹了他的脑门一下 今日先进那准决赛再说吧 回去再想办法 能有什么办法 这里随便一个人伸出一根指头 就可以把他戳飞 淘汰赛分组抽签的方式很简单 一名筑基弟子走到中心台上 从掌门服御手中接过一个玉瓶 钟声一响 拔开玉瓶瓶盖 瓶口向天 上千个小光点从瓶中一涌而出 向着围在台下的灰衣弟子飘去 个人随便一抬手就能捞到一个 光点入手后 化成一个赤红的数字印在掌心 这个数字就代表该名弟子分道的组号 严子张摊开手一看 是第十二组 珠珠的则是第三组 一至八组第一轮上擂台 九至十六组第二轮 珠珠第一轮上三号擂台 银子张第二轮上四号擂台 两台相邻 银子张正好将珠珠送到三号台上 八面金雀瓶来之前就已经检查过 塞满的零石足够从现在撑到天黑 银子张扯住珠珠的耳朵盯住他 听到钟声一响 什么都别管 马上将八面金雀瓶放出来 然后老实的待在中间 等台上其他人打够了 裁判宣布结果 才将他收回来 这么干 跟缩头乌龟无异 明显取巧 而且丢脸 不过只要能够进准决赛 也顾不得这么许多 珠珠胆战心惊地走到台上 一副小媳妇模样 在中间找个人比较少的地方站定 深深吸一口气 竖起耳朵 等待钟声响起 珠珠微微缩缩地混在一群 斗志昂扬的弟子之中 就像跑进仙鹤群里的野鸭 格外显眼 场边负责裁判的铸鸡弟子 看在眼中 无声地叹了口气 他也拿过珠珠好处 十分不想他被淘汰出局 甚至被赶出圣职派 但是他实在看不出半点 他胜利过关的希望 外门弟子大比 第一轮淘汰赛正式开始 福玉在中心台上大声宣布 随着当的一声钟响 八个擂台上呼喝之声四起 各组弟子施展浑身解数 各种法术法器迸射出的光芒虚影 看得人眼花缭乱 台下此起彼伏的惊呼声 喝彩声响成一片 因为大比开始之前的一番冲突 珠珠所在的三号擂台 自然成为众人关注的对象 甚至不少人都在心里猜想 珠珠会不会是第一个被轰下台的 不过终身刚刚想过 大家就再看不到珠珠的身影了 一道金色羽毛之旧的华丽八面屏风 团团地围了一圈 将珠珠严严严实实地圈在其中 金光流转 所有有心无意击打向珠珠的攻击都被挡了开去 台上其他弟子一见这阵仗 愣了愣 马上把目标转向身边其他人 这一组里 除了五个偶元风弟子 其余各风的人在情况许可之下 其实都不愿去动珠珠 二十多个人或根据所属主风 或根据平日关系亲疏 迅速分成集伙拼杀起来 偶元风的五个弟子最是倒霉 因为苏精刚才在台上的表现 令其余各风弟子对他们都产生了误感 所以他们成了优先攻击对象 这五个弟子中只有一个炼器器七层 两个炼器器三层 一个五层 外加一个二层 很快就在众人联手下 首先被轰下擂台 中心台上苏精见到这一幕 气得脸色发青 盯着郑全不阴不阳道 郑长老真是好生阔气 令高族用的都是中平宝器 难怪兴兴满满 佩服佩服啊 郑全根本不知道 猪猪身上还有这样的宝贝 本来他还颇为恼怒 没给猪猪多带几件护身法器 线下一看 顿时安下心来 凉凉笑道 马马虎虎 这东西小姑娘凑合着玩差不多 总有一些无耻小人 妄图要算救我们仕途 名枪一挡 俺见难防嘛 苏精气得吹胡子瞪眼 中品宝器 他也不过就一了件 平日都不太舍得用 郑全却可以随手送给一个废柴丫头玩 简直欺人太甚 两位师祖 门牌大笔是为了选拔优秀弟子 有人动用重宝作弊 未免太过不公了 有损鄙视的原意啊 苏精阴着脸谏言道 他本来想 这臭丫头入不了准决赛 便借口将她逐出门墙 顺势弃走政权 如果她好运入了准决赛 那她的人正好趁机将她错杀在擂台上 到时政权必然也会与圣治派决裂 如今这臭丫头手上有这样的防御法宝 她的计划 岂不是要泡汤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